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加上保留下来的古色古香楼梯扶手 将提供观众全新的艺文体验 设在基隆市文化中心内的基隆演艺厅及岛屿实验剧场 历经两年六个月的整修后 更名为基隆表演艺术中心并开始启用 基隆市文化局同时推出开幕季 共集结11个团体带来14场的精彩演出 绽放中东舞团代表黄霞敏说 基隆表演艺术中心在等待两年半的整建后 终于全新启用 演艺厅的整建以及动线的更新 不仅让观众有更舒适的观赏空间 也让所有的表演者 如有更安全以及更专业的表演艺术场地 绽放很荣幸受邀基隆市表演艺术中心开幕季的演出 小时候我们都曾经幻想自己是音乐盒中的美丽舞者 今年绽放中东舞团舞展演出的主题是时空游乐园 我们将岛屿剧场变身为一个梦幻游乐园 将剧场空间区分成五大主题 以各种不同的故事从古至今串联 引领观众以微沉浸的方式来体验各种不同风格的中东舞 像是一个自由不受拘束的孩子 在儿童乐园尽情的游玩 绽放中东舞团受邀在岛屿实验剧场参加开幕季 本次以时空游乐园为题 演出过程充满意想不到的惊奇 岛屿剧场变身游乐园 绽放将剧场空间规划成三大主题区 带领观众一起进入中东舞的围城镜体验 借由不同场域玩不同的互动与故事 进而带出舞者演出的舞作特色 透过不断的创意堆叠与撞击 时空游乐园期待能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奇 空中瑜伽演出者梦露老师 哈喽我是梦露老师 那我平常是一个空中瑜伽老师 然后这一次由信来跟绽放舞团一起做合作 那这次我的作品叫做梦中的你梦中的我 那很开心就是可以跟舞团这次有一个结合 舞蹈以及空中的这个结合 那在创作上我也是有去想说 我们平常在这个游乐园女生的一个幻想世界里面 就是很粉红色啊很多洋娃娃这样的感觉 那我这一次的这个作品里面就把自己打扮得像洋娃娃一样 然后好像每个人都回到可能自己小时候的那个梦中情景 不管是一个娃娃 曾经是一个舞蹈梦 或者是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梦想 然后去体现出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方式 让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游乐场里面玩得很愉快 哈喽各位朋友 我是乐斯小丑剧团的团长熊熊 这一次我们的剧团跟绽放中东舞团有一个跨界的演出 那这舞团特别要求我们在这个剧马里面加入小丑还有杂耍的元素 那我们很期待跟这样在地的优秀的舞团做合作 绽放中东舞团每次都为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表演 真的是一个非常优良的在地优秀团体 赞赞赞 观赏演出后的观众姚文艳先生说到 只要有空的时候就来看那个这些表演 那跟以前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这次的连贯性很有故事性的发展 所以很容易进到那个画面里面 所以这次跟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是觉得蛮惊艳的部分 像以前呢 在每段跟每段的中间很容易就是看得出来 就是这段结束了 然后换下一段 那这次很大的特别是上一个舞者跟下一个舞者 他们中间还有一个所谓的交流的舞蹈 然后就前一个 跳完之后前一个舞者再慢慢退出去 然后下一个舞者就继续在现场这样跳 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次呢就是又有很多的表演元素进去 然后的一个交接场的部分的一个元素进去 让你就觉得说节目很紧凑 不会觉得就是停掉 这边看完了就停掉 然后再换下一个 然后就是一直连续下去 就觉得你就是好像在看一部戏剧这样子 绽放中东舞团 一直试图将来自异国的中东舞蹈艺术 结合不同元素尝试更多的展演方式 本次利用岛屿时间剧场的 黑盒子剧场条件 整合跨域的艺术表演者一同演出 就像魔术师的白宝箱 不管任何时间点 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很合理 透过跨域演绎中东舞 绽放中东舞团成功舞出自己的在地风格 让成功带领大家用不同的视野 感受基隆而看见绽放 时空乐园真的要打烊了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